走路腿就疼,不都是腰椎肩盘突出。 医生提醒,注意外周动脉血管病。 64岁的刘先生年轻时是一名建筑工人,患有高血压及糖尿病多年。 两年前,刘先生时常感到右腿冰凉,麻木,腿疼。 一开始他没在意,以为是自己退休后在家不常锻炼导致的腿脚不灵活。 半年前,刘先生腿疼的症状越来越重。 每次行走时就会觉得腿部又疼又麻。 走的距离长了就会疼痛难忍,走路也一瘸一拐。 不得不停下来揉揉腿,休息几分钟才能继续行走。 由于刘先生年轻时在工地上班,时常搬运重物,以前换过腰椎肩盘突出。 常常会有腰疼腿疼的毛病,所以刘先生以为只是腰脱腹发。 压迫神经,于是前往骨科就诊。 通过对腰椎X片及CT检查,医生发现刘先生的腰脱并不严重,并没有对神经产生压迫,因此并没有对刘先生进行过多治疗。 但刘先生始终觉得是腰部出了问题,并没有进行深入的检查,反而经常去足疗店按摩。 虽然能够即刻缓解症状,但没多久又会发作。 影响了刘先生的正常生活,让他苦不堪言。 直到三个月以前,腿疼的症状越来越重。 即使不在行走过程中,疼痛也会持续发作。 尤其是夜间,刘先生常因腿疼无法入睡,同时右侧小腿的皮肤冰凉,皮色发白。 终于,在家人的陪伴下,刘先生前往疼痛科就诊,进行全方位的检查。 医生在了解刘先生的症状及腰椎病理报告后,怀疑可能是外周动脉血管病。 首先对刘先生进行的患之进行检查,触摸骨动脉、骨动脉及足背动脉部位。 发现脖动明显减弱,并且皮肤苍白,触摸冰凉。 于是,开具下肢动脉踩钞及CTA,报告显示右下肢动脉有严重的周样斑块,血管堵塞80%,血流减慢,确诊为下肢动脉硬化性避色症。 于是,立即安排右下肢动脉球囊扩张及支架植入术,术后症状立竿见影。 那么,什么是下肢动脉硬化性避色症呢? 当血液中的支质越来越多,超过了血液能承载的负荷后,就会完成堵塞。 堵塞的地方就会形成叫做动脉周样斑块的产物,堵塞在不同的部位诱发不同的疾病。 那么,堵塞在下肢动脉,造成动脉狭窄引起肢体缺血的症状, 就会造成我们今天认识的疾病下肢动脉硬化性避色症。 下肢动脉硬化性避色症常以走入腿疼为主要的表现, 但难以和其他疾病的症状相鉴别,正如上文提到的刘先生。 误以为腿疼是腰椎肩盘突出所致,几经波折才找到了真正的病因。 那么,外周动脉血管病需要警惕哪些症状呢? 一、外周动脉血管病警惕这四种症状。 下肢动脉硬化性避色症在早期多无明显症状。 随住病情的进展逐步表现为腿凉、麻木、间歇性薄形、静息痛等症状, 严重者还可出现坏居,影响日常生活。 一、腿凉、麻木、脚凉。 麻木是疾病初期最常见的临床表现。 这是由于下肢动脉周样硬化的形成。 导致管腔狭窄、血功减少,肢体的末端不能得到充足的血液的乳氧。 缺血缺氧出现脚部自觉冰凉、麻木的表现。 值得注意的是,多数患者选择通过温水泡脚的方式进行缓解。 其实不然,在本身血功不丰富的情况下, 过热的水会增加腿部组织的新陈代谢。 提高耗氧量,不仅得不到缓解, 还会加重缺血症状,出现溃烂或坏死。 建议患者可通过运动,腿部按摩促进血液循环。 缓解症状。 2. 间歇性薄行。 患者常表现为,在行走过程中,患者感到患侧腿部疼痛,麻木的症状逐渐加重。 甚至不能行走,需要通过休息缓解。 当患者行走时,本就狭窄的下肢动脉血管无法提供足够的腿部肌肉所需的血液及氧气。 3. 随住步行距离的增加。 由于患者的疼痛,麻木症状加重。 走路一瘸一拐,甚至无法继续行走。 而在短暂的休息后,腿部肌肉逐渐恢复血供,症状得到缓解,又能恢复行走。 下肢动脉硬化性避色症是一个慢性的过程。 一旦出现症状,说明疾病已经发展到比较严重的阶段,应立即就医。 3. 静息痛。 随住病情的加重,患者出现静息痛的症状。 即使在不运动的情况下,也能感受到患肢的疼痛。 此时可通过触摸足备第二,三肢骨间动脉的搏动。 如果感受不到跳动,这是肢体严重缺血的表现。 因动脉完全闭塞所致,通常伴随阻止苍白、冰凉、皮温低的表现。 一般的处理方式已无法缓解。 此时应立即就诊。 若下肢长时间处于缺血缺氧状态中会导致组织的坏死,导致溃疡和坏剧的形成。 4. 坏剧。 下肢动脉硬化性闭塞症的后期,因动脉完全闭塞或血栓形成。 血流中断使肢体出现明显的缺血性坏死,导致阻止发黑、变硬、坏死、出现坏剧、疼痛剧烈。 由于坏死部位血液循循环障碍,不能进行正常的新陈代谢。 坏死产物易引发细菌感染,严重者甚至波及全身。 亦出现浓毒血症极多器官衰竭,药物治疗难以控制。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需要通过节肢处理。 由此可见,外周动脉血管病主要表现为脚梁, 间歇性薄形、静息痛、坏剧等症状。 其中又以间歇性薄形和腿疼为特征性表现,值得注意的是, 腰椎肩盘突出的患者同样也会出现类似的症状。 那么,该如何鉴别使腰脱还是外周动脉血管病导致的腿疼呢? 二,如何区分使腰椎盘突出还是外周动脉血管病导致腿疼? 腰椎盘突出和外周动脉血管病是日常生活中两种常见病。 它们都会导致间歇性薄形及腿疼的症状, 在日常生活中常难以分辨。 正如上文提到的刘先生,误以为腿疼是腰脱导致的, 进行错误的治疗导致病情加重。 那么,我们该如何准确地区分它们呢? 疼痛是否沿神经分布是鉴别两者的关键因素。 腰脱患者由于椎肩盘被神经根的压迫, 疼痛多从腰部开始沿住坐骨神经的方向, 持续性向臀部、腿部放射性出现。 根据压迫神经的不同, 患者可清楚地感受到疼痛成明显的带状分布。 而外周动脉血管病的疼痛部位根据病变血管的位置而有变化, 仅局限于病变部位,可能是脚背、小腿或大腿。 其次,二者疼痛性质也有不同, 腰脱为神经性疼痛,一般为刺痛、酸痛及放射痛, 往往还伴有肌肉的麻木症卵。 而外周动脉血管病则因血流不畅, 局部组织缺血缺氧,多为审重、胀痛, 多为间歇发作、长扮皮色的苍白或紫干。 严重者夜间疼痛持久极剧烈,整夜抱腿呻吟。 同样的,也可通过疼痛的缓解方式进行区分。 一般来说,腰脱导致锥肩盘对神经产生压迫, 挺直腰背会使压迫更严重。 采用强迫弯腰的姿势能够使患者疼痛感减轻。 而如果是外周动脉血管病导致的腿疼病变部位仅限于幻侧肢体, 无法通过弯腰的方式进行缓解。 以上三个特征可以帮助我们快速地分辨腰椎肩盘突出 及外周动脉血管病所导致的走路腿疼问题。 及时找到病因,避免出现像刘先生咽误判导致采用了错误的治疗。 最终不但没有改善症状,反而使病情更加严重,影响日常生活质量。 那么,哪类人群患外周动脉血管病的风险高,应该在日常生活中更加注意呢? 三,哪类人群亦患外周动脉血管病? 我们在上文提到,动脉周样硬化是导致下肢动脉硬化性闭塞症的主要病因。 因此,吸烟人群、三高人群、老年人更亦患上该病。 有研究报告显示,吸烟可导致动脉周样硬化发生的概率升高。 这是因为烟草中的尼古丁,胶油等成分会损伤血管内壁,降低前列环速的释放。 而前列环速具有血管舒张及抗血小板的作用。 因此,长期吸烟亦导致血管狭窄,血流减慢,血液中的脂质更容易在血管受损部位审击,最终导致动脉斑块的形成。 脂质斑块审击在下肢动脉,则导致外周动脉血管病的发生。 三高是导致外周动脉血管病的主要危险因素。 当血液中含有过多的脂质及糖类时,血液变得粘稠。 加上长期的高血压对血管的压迫,使血管变得更加脆弱,血管内壁更易损伤,亦使血脂审击形成斑块。 同时还会导致血小板的积聚与脂质斑块结合,导致血栓的生成。 随住血液的移动,堵塞下肢动脉,影响下肢血供。 另外,糖尿病患者若控制不理想,还以出现阻止溃疡,还会进一步加剧病情。 刘先生是多年的糖尿病和高血压患者,因此他患上下肢动脉硬化性避色症概率相较于普通人更高。 除病理因素导致外,年龄也是导致下肢动脉硬化性避色症发生的诱因之一。 一般来说,老年人新陈代谢减慢,加肢运动量少,更容易使之至审击在下肢动脉,造成周样斑块。 同时,随着年龄的增加,身体出现基础疾病的概率更高。 因此,本病更容易发生在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群,且男性多于女性。 走路腿疼是大多数患者经常遇见的症状,但引起走路腿疼的病因有很多种,并不都是由腰椎肩盘突出导致的,也有可能是外周动脉血管病所致。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需要注意预防,加以分辨,以免错过最佳的治疗时间。 如上文提到的刘先生,正是把腿疼的症状误以为是腰脱,进行了无效的治疗,最终导致病情加重,降低生活质量。